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E中高级的关键帧运动 当前我们继续双击打开当前我们的素材章节3 我们通过文件打开项目的方式 打开当前第三章节中的AEP项目 打开之后会看到我们所有的合成 当前默认加载了第一个合成 这个合成中我们看到非常简单的动画 这个地方我们将这个工作区域先适当的复位一下 这个动画非常的简单 我们看到当前的元素的简单的运动 为了看到它的关键帧选中它的图层 我们按一下U键 可以看到当前我们设置了位置和缩放关键帧 我们在关键帧上可以说通过当前的点击 可以说快速的进行跳转 当然我们可以说按键盘的J和K 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做位置和缩放 如何做一些其他的变换调整 那这个时候在这个 我们看到JK可以说快速在不同的关键帧之间进行跳转 下边可以说把这个图层 在关键帧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速度是如何进行控制的 每个关键帧都有这个速度的控制 当然说我们在当前的这个数据上如何看到这个速度 我们看到我们之前的速度根据这个时间的长短 不同的时间它有不同的速度 每两个关键帧之间如果靠的比较的近那它的速度肯定是非常快的 靠的比较的远速度是非常慢的 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这一段很快中间这一段很慢 同时我们如果说选中当前的这个元素 我们来注意观察当前的这个线条 线条我们看到距离比较远的这个线条 证明它的这个速度 当前我们看到的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看到上边的线条两个点之间距离靠的非常的近 证明它的速度非常的慢 所以呢通过当前我们这个下边对比 我们看到两个关键帧它的这个距离呢是非常的长 然后上边它的这个点呢也是非常的近 这呢是我们在视觉上可以看到的一些变化 如果说我们按照out或者option 双击当前的关键帧可以看到当前的速度 这个关键帧之前它是多快的速度 这个关键帧之后它的速度呢又是多快 下边呢还有这个影响 影响呢是对两个关键帧之间它的一个融合的设置 连续呢是两个关键帧相同速度情况下 我们看到呢它会变成相同速度 我们如何呢通过更直观的方式来看到当前的速度的一个修改 我们可以说呢out和双击或者option双击 直接呢修改它的这个速度 修改之后我们看到关键帧这个地方呢会发生变化 它会变成我们当前缓动的这种形式 我们来串销一下 我们在AE中呢是有这个图表的 在我们这个图表中呢会看到关键帧的所有运动 后面呢我们还会去讲这个图表 包括中间的一些应用 那在我们这个合成中呢我们先看到 我们呢有位置和缩放 位置呢是当前的紫色 缩放的是当前的这种红色 那紫色的话我们看到当前 横向它的速度是422 将近是相速每秒 然后逐渐呢速度变成了后边147 然后上边变成了643 那上边速度肯定是最快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的运动呢是比较的快 中间呢我们看到速度是147 所以说它呢是比较的慢 所以图表呢非常容易看到这个变化 同样我们这个缩放也是可以看到当前它速度 当前是39.99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65 往右可以看到60 非常直观看到两个数值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注意到当前呢在一个速度到另一个速度之间 它直接呢进行了跳转 我们来看一下 当它在跳转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突然间的一个速度变化 这地方呢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们看到如果说你在两个针之间 这里呢按下波浪键们放大一下 如果说你把它的速度拖动 两个点呢靠的比较的近 这样呢我们看到产生了柔化的曲线 右边呢仍然是这种方形 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再通过它的运动 当前的动画呢就比较柔和了 同时呢如果说你退出这个图表 关键针呢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再把它呢拉长一点 适当的圆滑一下它的这个速度 可以看到当前的融合之后速度呢是非常平缓的 后边呢没有做融合 所以说突然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 那我们再回到当前的关键针 我们按住out或者option继续用到双进 可以看到当前影响的一个设置 加上我们这个速度 当前前 那如果我们勾选连续的话 当前前后的速度呢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图表中我们看到 它的这个前后呢也是一致的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前后是非常柔和的 那么明白了当前这个设定之后 我们呢在下边可以说点击当前缩放的这个数字 我们之间呢可以说移动它的位置 也可以说这里撤销一下 我们在点击的时候按住out或者option 这个时候呢拖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就产生了这个圆滑的曲线 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动画中我们看到 同样呢这个动画在进行缩放的时候 它呢也是非常的融合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非常缓动的一个动画过程 那么这个动画的设定呢也是非常的容易 我们再回到关键帧 那在关键帧上我们看到 我们在后边看到它的这个落差呢还是比较大的 如何在我们这个时间线上 通过关键帧呢直接对它进行融化处理 我们呢可以说按住ctrl或者command 直接点击一下 当前呢关键帧会变成圆点 代表呢它是一个自动被塞尔 我们回到当前的图表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圆滑的转换 当然说这个转换呢我们在按住out或者option双击的来看一下 它会自动呢切换为连续 将我们这个速度前后呢设为一致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影响的数值呢也是一致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当我们设定了这个参数之后 这个动画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变化呢还是非常融合的 相比之前的这个速度落差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改善 但是在我们这个改善之后 我们这里呢在车销下重新的点击下 我们再回到图表 在图表中呢我们看到 它自动的将这个关键帧 将它呢发生了这个改变 我们在下边还会看到一些按钮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转换为定格关键帧 这个呢之前我们看过 后边我们看到转换为线性 可以看到呢又恢复到了这个线性 当前的这种方形 转换为我们当前的自动背塞尔 可以看到呢又恢复到了这个圆滑的曲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关键帧的格式 可以快速的进行切换 同时我们看到前面呢 应该说对这个关键帧呢 在进行各种编辑 那么我们看到后面呢 还有三个按钮 当前的缓动加上缓入和缓出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在我们当前的关键帧中 我们本身的这个动画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已经非常的柔和 但是说动画呢 起始和结束的位置 可能说呢有点速度或快 或者说不是非常的圆滑 所以说这时候你可以说 选中这个关键帧 可以右键选择关键帧辅助 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 缓入缓出和缓动 缓动的话快线是F9 当你执行这个命令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帧产生了变化 同时在图表中我们看到 它也变得非常的柔和 起始的时候它的速度呢 就是从0开始 不会说从非常快的进行跳转 所以你添加当前这个命令之后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动画呢是由慢到快 非常的柔和 当然在结束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添加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说呢 在后边结束的这个关键帧上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帧 选中之后 下边可以说添加下我们这个缓动 下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变化 但是我们这个缓动呢 只能添加在起始和结束的位置 所以说起始的位置 你添加了缓动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会从0开始 那结束的时候 它会呢从我们比较快的速度 到我们当前比较慢 所以说呢有一个非常柔和的变化 如果说你在中间的地方 添加这个关键帧 那中间呢变成了0速度 所以说呢 这个动画呢会出现问题 所以由此我们看到 我们在图表中呢 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到 当前我们这个缓动 最后这个关键帧 还有我们左边这个关键帧 它的这个变化 但我们最后缩放的这个关键帧 通过当前的这个图表 我们呢也可以说呢 添加一下缓动 同样呢它也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包括我们一开始当前的缩放 所以在图表中呢 可以说非常直观的 看到这些参数 包括它整体运动的一个变化 最终我们呢可以说通过预览 看到当前非常柔和的 这个动画 这样的行为 真的及时 反应